首先的话 这边各位比较不清楚的是这个final 这个final的部分就是强制不能够更改里面的值 也就是说我final之后 这前面有个修饰字 这个修饰字final之后 后面这个int size这个里面的值 就强制一定只能够符 就是强制final的意思 强制不可以变更的意思 叫做final 那你这个修饰字呢 那你等一下也可以把它拿掉试试看 其实拿掉理论上应该也是ok的 只是说这个地方多一个final 强制不可变更里面的值 那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首先呢 先以10去填满里面的 所以这里的话第一个 我们先去宣告一个叫做array byte 总共size为5个的一个新的阵列变数 正列变数 正列变数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输出一个讯息 就是以10填满 但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填满 那填满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有呼叫 我们有引用一个叫做 这个java底下的utile的套件 套件里面有一个class 就是arrays 那arrays里面呢 会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哦 它是可以把资料做填满 那填满我们就先把这个变数给它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byte 有没有这个括弧啊 就是强制把10转换成为byte 强制转换成这种资料型别 接下来呢 填入这个array的正列叠 所以全部都会变成10 填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也是输出讯息哦 那array的内容为 这地方再移 正列哦 填这个第二个到第五个 就是以5填入 那5怎么填入呢 底下呢 我们再利用fill 它arrays的这个物件里面呢 它有一个点 fills 这个fill的一个方法 那fill方法呢 就针对什么呢 这个arraybyte的这个正列里面 那从哪里 从1到4 编号1到编号4 分别填满什么呢 填满的数值 所以锈出来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地方呢 就可以 就会锈出来是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直接来用除错模式来看一下 会比较清楚 那除错模式呢 首先哦 我刚刚是直接在这个地方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我们按这个除错模式 除错模式之后呢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除错模式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 它连正列也会帮我们写字出来 这边有一个新的array 那array里面的预设值 它通通都0 通通0 接下来的话呢 我按一个f5 f5 接下来你会发现呢 它执行这个fill 它就会把所有的值通通填入10 填入10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 它就会输出按f5 那这地方的话呢 就是true 就是直接把它转换成为自串的方式 然后再输出 输出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就会有值跑出来 就是这一行 这部分 这array的正列内容 现在就被秀出来 秀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变更 所以再按f5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先秀出一个讯息 再以5填满2到5 就是第二个到第5个 第二个到第5个的这个内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1 2 3 2到5 应该到2到4 这个地方错了 应该2到4 再用5 填入这个2到4 所以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数字 我们这个是起始 起始始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是 是就是到哪一个值以上的位置 所以负有 这地方 那特别注意这个1呢 实际上是这上面的编号 不是它的顺序 不是这个地方第一个顺序 而是上面的编号 到哪里呢 到这个位置 是以上的位置 所以它就会帮我们把 这个 1到3 2 3 4 这几个填满5 填满5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在 再将这个里面的讯息 把它 toStream之后的话 把它转换为 这个自串之后 再把它输出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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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控台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输出来 就像这样子 所以这边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值 这个值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 稍微做修改 比如说这个 这个如果数值 更改的话呢 那结果当然 修改的自串呢 Fill的自串 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 顺便提一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好了